5月6日,再多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A股市场在现千股跌停的走势,户中指盘中一度失手2900点,收市大跌171点,跌幅5.5%,创2016年2月25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,深城指大跌7.5%,创业板指重挫7.9%, 军创2016年1月7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,共计1147指股票跌停。刷新三年来单日跌停数量新高,当日A股总市值缩水3.5万亿元人民币。 即使如此,再不者看来,A股5月6日暴跌,不过是大盘前进道路上的正常回调,是证券运行的内在规律,不可能因此改变大盘向上的方向。投资者一定不要弃虑。 首先,2019年1月4日2440点底部可以确定。这是2015年6月15日5178点以来的大底。 护中指周期线走出完整的ABC三浪下跌。 且处2440点水平。护中指周线MACD指标形成底背离。 预示三浪下跌结束。其次,4月22日至5月6日护中指连续下跌。 是至2019年1月4日841点上涨的一次正常回调。 属于二浪调整。按照进而退一或逢缺必补的运行规律。此次调整应有400点左右的调整。大概率会在2800点处止跌企稳。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。也知参大盘稳定向上。一是央行货币政策支持。 自2019年1月以来已决定两次降准。市场上货币资金会相对宽誉。 同时基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。企业融资成本相对较低,二是积极的财税政策支持。 另外,市宏观经济逐步复甦。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4%。 高于国内外分析预期。工业、消费、投资、进出口增速加快。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。 海关总处数据显示,3月外贸进出口总值超预期实现9.6%的增长。 有力拉动第一季度外贸整体增速回升。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了负面影响。 但是中国围绕找就业。找金融。找外贸。找外资。找投资。 找预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。取得明显效果。5月6日的大跌。 更像是多头的陷阱。借助外围里空资讯。进行深度的调整。 但是。对于有经验的投资者。这样的大跌。恰恰是补仓的机会。 当然。投资方向是一定要注意的。因为方向错了。努力白费。 方向对了。事半功倍。如今。 想使公司一季度报告已出。趁此次大盘深度调整之机。 选择业绩好且受政策扶持的行业去投资。相信一定能在此次A股上涨行情中有所斩获。